可是如果我今天要把小記或者是總額的部分做變更的話 假設我按一個Delete鍵 它會出現什麼呢 你要變更的儲存根或圖格已被保護無法變更 如果要更改小記的內容按Delete 一樣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除了我剛剛選的這些白色區域 是沒有鎖定 可以更改之外 其他地方很抱歉 都不能夠更改 能夠更改的只有 就是我們透過選取之後他會自動去抓資料而已 其他部分的都不能更改 所以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又 可以避免掉很多的錯誤 因為使用者 很容易出現一些奇奇怪怪的錯誤 所以你如果可以把這些可能的錯誤 盡量避免掉的話 那這個系統 就會非常的聽話 基本上不需要去維護 它就可以work的很好 那當然我以前寫系統就盡量這樣寫 所以我的系統 都很聽話 所以我就很 很良快 就很多事情就不用去理 因為我已經想過了 反正呢 可能問題都已經想到過了 之後呢 就可以 這個系統的話就很乖乖聽話了 這個 這個設計師 就會 事情就會變比較少 不然的話 你什麼都會有彈性的時候 那問題就很大 就像你們要設計一個這樣的流程 你自己將來的表單也可以這樣做 那也可以自己透過Excel 就可以設計一個填寫的機制 那只是說填完之後 我們保護了 可是 最後好像 這一個 題目裡面 因為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還是屬於 比較入門的課程 所以還沒有教到 如何把資料存起來 如果沒有存起來的話 那做這些事情 好像有點沒有意義 等一下的話我順便補充 教各位 怎麼樣 比如說呢 我們可以在旁邊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的話呢 比如說 就叫做銷貨名系好了 那這個銷貨名系就可以把前面 訂的什麼東西 把它怎樣呢 填到這邊來 然後呢 再把前面的銷貨單清空 就可以讓使用者在做下一次的填寫的動作 那這樣就符合 比較符合我們的現況 就是現在大部分流程也都這樣 一個空白表單填完之後 儲存起來 等到 儲存完之後呢 再一個空白的表單出現 繼續填寫後續的動作 那這樣就很 很流暢的 那只是說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我想等一下我們來做補充 那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如何保護你的工作表 畫面先畫面對一下